72岁陈庆妇人昨深夜睡在桃园市中立区新人路二段路边椅子自强派出所所长 萧卫哲和两名远景巡逻经过看见这名妇人不到15度的天气让远景不放心 上前查看并询问妇人说不清楚住哪里 警方待于是带她回派出所 透过电脑人脸辨识系统查出她住巴德区 同时通知女婿今天凌晨到派出所接人 自强所长萧卫哲说老妇人一开始听不懂远景表达的意思 也说不出自己全民和住家地址身上又没证件 折腾半个多小时没有答案问君无法得知老妇人身份及住处 老妇人在寒风下冷的发抖 警方于拿出行动电脑进行人脸辨识 因为现场婚案无法比对成功 才把老妇人在至派出所休息 提供热水及姜汤供老妇人饮用 并拿暖暖包与老妇人保暖 远景无尘汉 吕启瑞利用派出所脸部辨识系统一笔一笔查证 终于理对出老妇人身份和住址 在过滤户内人口相关资料通知老妇人女士 到派出所所将老妇人带回住家休息 女士表示丈母娘常喜欢到处走走 有时会去整理资源回收记忆不太好 这次从巴德住处出门 没想到走了十多公里到中立而迷路 可能体力不知睡路边 幸好警方发现并帮忙联络 妇人睡在路椅子 警方上前关心 记者振国梁翻社分享 警方在妇人回派出所休息并提供热食 记者振国梁翻社分享 妇人有女婿到派出所接她回家 记者振国梁翻社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